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隐藏在我们的记忆深处里面 甚至一代传一代 那有一部电影叫做人生七年 英文名字叫7UP 导演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呢 就把它当作纪录片 那同时呢 他从1964年的时候就开始拍摄 他采访了14位的小朋友 这14位的小朋友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 那从7岁就开始拍摄他们 有些是孤儿院 也说是中下阶层的小朋友 甚至中层阶级的小朋友 以及上流社会的小朋友 那每七年就会听听他们的梦想 谈谈他们的生活 那因此呢 7岁 14岁 21岁 一直到他们人生的64岁 导演在拍摄这个纪录片 将近花了60年的时间 从这14个小朋友的身上 看到他们一生的路径 那最近有说七是一个完全数 对于英国人来说 七岁是可以看一生的 所以导演最终呢 拍摄完之后 他就发现了一个结论 他说富人也就是有钱的人 最后他还是会成为有钱的人 而中产阶级的小朋友 他们最终也都沦为平民 穷人的小朋友 往往也都会在穷人的阶级里面 所以他说 其实好像贫富是一种遗传一样 会一代传一代 因此他说 没有人可以跨越这种阶级 其实导演 他一开始要拍摄这个影片的时候 他就已经预测 他就已经做一个预测 他认为说 低层的还是会是落到低层的 中产阶级的 他们还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人士 那高层次的阶级的 这些小孩成长之后 他还是进入到高层次的这种社会里面 可是60年过去之后 这些孩子的生命 好像是照着这个导演的预测来发展 那所以导演用60年的时间发现 也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究竟什么原因造成了穷人跟富人之间的差别 到底什么原因一样好像都没有脱离这种阶级或是他们原本的社会里面 那当他在做这样子研究的时候 他就发现穷人跟富人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就是说穷人与富人或是不同阶级的人 他们的思维是非常不同的 也就是说穷人跟富人之间 首先最不同的就是他的思维 他的思考方式 那思维就是指我们看事情的高度跟宽度 那这个就影响了一个人是富足的或是贫穷的 那讲到富足跟贫穷的时候 我刚好呢要介绍大家一本书叫做 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 富爸爸跟穷爸爸 富爸爸跟穷爸爸 不要说你看过 听过富爸爸跟穷爸爸这本书的人 有吗 这本书其实提到 富爸爸跟穷爸爸之间 对于生活跟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 所谓生活价值观不同 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 当你提到说我们要买跑车好了 那对于穷爸爸来说 一听到买跑车 他说算了 我根本就买不起这么昂贵的跑车 不需要绞尽脑汁去想我要买跑车 但是对于富爸爸来说 他会说我现在买不起 但是我到底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买得起跑车 我又怎么样才可以攻得起这样子的跑车 因此你会发现多 如果对于一个穷爸爸或是富爸爸来说 他们的思维是不同的 你也应该会观察到 贫穷跟富足 他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在于他的思维 他的思想 他的这种价值观的这种模式 思想的模式 所以基本上穷爸爸也只是一个代表的一个名词 名称 并不是指说他的经济一定是很贫穷的 这个贫穷呢 讲的比较属于是他的思维 他的想法 他的平常的这种三观 对于穷爸爸来说 他通常会比较看到自己 然后他会看到未来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那所以当他想到说 这种买跑车 他想到就说 我付不起 我买不起 所以买不起付不起的这个想法 就把他限制住了 以至于说 他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做思考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心理学上面 所谓的这种积极思想 积极思想 因此呢 穷人跟富人最大的不同 还是在于他的什么 积极的思想 那所以呢 对于父爸爸来说 买不起是一件事实 可是他有更高的一个思维 就是说 他怎么样才可以买得起这种东西 未来他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可能性 可以去买得起 供应得起 当他的问题在于说 我怎么样去做才可以买到 跑车的时候 当他去想怎么样 how的时候 就开启了他脑子的一个思维 他的大脑的思维就开始被push 要去思考 要去寻找答案 可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积极的思想 跟积极的态度 可是当一个穷爸爸 或是一个贫穷的人 他说我已经没办法 我不可能买得起 当他说不可能的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限制了他脑子 不再去思考 不再去努力 寻找可能的一种方向 那因此呢 这种思维的这种态度 导致了贫穷的 越贫穷 富有的越富有 也就是说 超级富有爸爸 跟贫穷的爸爸 但很多时候呢 其实我们也会不知不觉的 陷入到这种贫穷的思维里面 我说我们 每一个人都可能有机会 陷入到这种贫穷的思维里面 举一个例子来说 假如说我说 我们现在大学毕业 我怎样才可以让我的薪水 月入五万好了 或是月入十万 因为台湾现在大学的 毕业的薪水 我不知道是多少 好像是基本上两万五 两万八已经很不错了 对吧 那可是呢 我们要进入到一个社会 刚毕业的一个 普通的一个大学生 他可能说 哇 我要如何让我的月薪 进入到五万 那这种思维对很多人来说 不可能我办不到啦 那当他想说办不到的时候 反正大家都是拿两万五两万八 那我就 明强就两万五两万八 当他这样子思考的时候 那他也就是限制住 他自己的这种思维 那因此呢 这也就是说 贫穷跟富有之间的一种差别 这种思维 但是 我们说 但是如果说 我们要想办法 改变我们的人生价值观的时候 首先呢 也就是我们要改变 我们的思维模式 那这个思维就是我们的心思 心思就是我们 现在常说的 在我们旧途的这种角度来说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战场 心思战场 对于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呢 思维可以改变一个人生 但是不可否认的 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个思维 这个思想的模式 很多时候是来自我们的原生家庭 来自我们的成长 也包括来自我们世代的一种记忆 如果你看过我心理死霸的上册的时候 我提到过许多的这种记忆 内影记忆 还有遗传性的记忆 有机会你可以去看一看 心理死霸的上册 那也就是说 我们说提到刚刚讲的这个七年 人生七年这部电影来说 他说导演用六十年的时间 为了要证明说 贫穷的跟付出的 或是贫穷的思想跟富足的思想 到底是不是遗传 所以他就花了六十年的时间去做这样子的记忆 结果他得到的一个结论 就是中下阶级的还是中下阶级 中层阶级的 他的孩子还是中层阶级 到了高层阶级的 大部分都还是进入到高层阶级 那因此呢 也刚好提到我刚刚所说的 一个穷爸爸跟富爸爸 他的这种思维 可是如果你提到穷爸爸跟富爸爸这种思维呢 基本上在他的故事里面 这个作者 他爸爸其实是一个博士 是一个博士 可是他把这个博士的爸爸 称呼做穷爸爸 然后把一个教他如何做生意的一个爸爸 叫做富爸爸 可是这个富爸爸呢 他只是一个小学毕业的 一个大概教育程度不是很高的 因此呢 你会发现这里所谓的贫穷跟富有 并不是指他外在的这个财富 或是外在的这种教育水准 而是里面的这种思维的方式 所以今天我也要透过这样子的这种故事 来跟大家进入到新的一个主题 就是如何的去知道 认识贫穷的灵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家族性的什么 家族性的一种邪灵 贫穷的灵 我们看到人生七年的这个导演 他为了证明说 到底富有跟贫穷是不是有遗传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仰的背景 但是他却下了一个结论说 这一切思维 这一切行为模式是有遗传性的 导致于说他在这14个小孩的成长过程里面 就看到了这样子的结果 因为他认为最可怕的 就是有一些思想 有些思维行为模式是不断的流传到下一代 那因此我们才会再去探讨说 原来这有一些家族性的一种瑕疵 邪灵的问题 也就是贫穷的灵 那当然我刚刚说过 我们一提到贫穷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到说 是经济啦 金钱的问题 那事实上呢 贫穷的灵 不一定跟你的金钱有关系 贫穷的灵呢 它只是一个什么呢 坚固的灵 贫穷的灵 它可以说是一个坚固的灵 它阻止了我们去实现上帝的旨意 也就是这个贫穷 宽注了你的思想 宽注了你对神的认知 宽注了你 神在你生命里面的这种蓝图跟心意 因此呢 贫穷的灵 基本上会毁了一个人 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来看这个主题 也就是说 如何的我们要撇开 除去我们历世历代 这种贫穷的思想思维 贫穷的灵 我们刚刚说 它阻止了神在人身上的一种计划跟蓝图 那因此呢 这也是撒旦最大最大的一个计谋 他要夺取我们的富足 夺取我们生命上的财富 那使我们生命看起来贫穷 潦倒 充满忧愁 但是在旧途的角度来说 贫穷不单只是毁了我们的生命 同时它也成为我们世世代代的一个围墙 好像都绕不出去 所以我们说贫穷的灵 它其实也是一种贫穷的咒诅 对于我们来说 它也是一股黑暗的势力 家族的遗传就成为这样世世代代的领际下去 一代传一代 那因此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也因为贫穷的灵框住了我们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行为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瑕疵 虽然说贫穷或是富足是历代的这种遗传 可是我们不可以否认说 也有一些少数的人 因为自己行为的偏差 因为个人的信仰的缘故 最后还是入到仇敌的辖制 他的富足就被仇敌所窃取了 所以我说贫穷的灵 除了世世代代的遗传之外 同样的也会因为个人的因素 行为的偏差 再一次的被仇敌夺走 他应有的富足 所以我们常看到有很多 未幸福的家庭或是拜偶像的家庭 落后的国家 其实贫穷的光景是比较明显的 如果你要对于咒诅跟祝福 来去更多一个了解的话 我记得我从一开始有介绍大家去看 《生命纪》28章 《生命纪》28章是在谈到 祝福与咒诅的一种律律跟典章 也是告诉我们如何的你可以蒙福 如何你又会落入到咒诅的光景 28章的后半是谈到咒诅 我们在看到说当我们家庭里面 有时候看到父辈的投资失败 然后被倒债 工作不顺 然后可能在他的儿女身上 也逃不过这样子的命运 那你会发现很多人有时候 入不敷出 然后很多事情都不顺 最后也会凭成卡债的努力 这些通常也被这种贫穷的灵所瑕置 因此贫穷的灵 再说不只是他经济上的一种缺乏 或是物质上的一个缺乏 更多的层面是在讲心灵里面 生活的层面的一种贫穷 因此生活跟心灵的层面的贫穷 才是真正瑕置这个人 有一个贫穷的心思跟意念 贫穷的思想模式 因为所谓的这种贫穷的思想模式 什么叫做一个真正的贫穷人 我们也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有一些人 我相信见过很多的类似有钱人 或是明明就是他非常的有钱 可是他却偏偏过了一个非常非常节俭的这种生活 吃啊穿啊用啊都非常的不舍得 包括他要给人 甚至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些爆章杂材 会爆料有没有 有些人明明很有钱 可是他过的是那种乞丐的生活 经常在外面捡一些破烂回家 然后甚至做一些资源回收 他说资源回收很好啊环保 可是呢他却过着一个非常困苦的一种生活 他觉得爱护资源啊生活要低调一点啊 事实上这样子的人呢 他并没有真正的去享受 他身份以及地位跟他的这种物质这种平等 也就是说他活出来的并不是像他拥有的这样子的程度 所以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一种贫穷 那甚至在贫穷的人身上 你会发现他有很多东西他不舍得 不舍得丢啦 不舍得给啦 不舍得去分享啦 不舍得去给别人 或是帮助别人 甚至包括他的时间也是这样子 那我不知道说你们有没有听过或看过 很多人呢就是有些东西不舍得丢 就搞得家里堆的一堆都是垃圾 我曾经就是探访过一个姊妹 然后她是单身 那当我进到她家的时候 我是真的吓一跳 为什么因为她家里的塑胶袋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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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装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就是在满地都是满地都是 然后走都好像觉得怕去撞到她的东西 可是那些东西都好像是毫无用处的东西 可是对着家里满地都是垃圾 那对于我来说 我没有办法生活在那种满地都是垃圾的 这种混乱的环境里面 可是对她来说 这就是她觉得这些东西不舍得丢 让她觉得有安全感 那这就是一种贫穷的领 挟制了她 第一她不愿意丢东西 她很怕这些 那她的生活就搞得一团糟 然后她的家里就一堆这种乌烟瘴气 那这种人虽然她对自己非常非常的洁减 可是她同样的 她也不能对别人很大方 那这也就是说 富足跟贫穷 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 那因此我们知道说贫穷的领通常不应该挟制我们基徒 可是我们基徒往往不自觉的会被贫穷的领所挟制 相反的如何我们可以走出这种贫穷的领 就是说我们是否在神的诫命上 我们尽心尽力的去爱神 我们爱人无止 我们是否在明白说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 已经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的咒诅 我们早就脱离这种贫穷的捆绑 所以加拉太书呢 三章十三节 有说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输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也就是在律法上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 我们就脱离了律法所带出来的这些咒诅 可是很不幸的是我们基督徒 很多人依然没有脱离这种家族式的 遗传式的贫穷的捆绑 我们在生活上过得极其的缺乏 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得自由 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尽心尽力的去明白 爱主爱神的一种真理 所以我们也常常会忽略上帝的话 忽略上帝的话 包括我们忽略了十一奉献的重要 那我们找借口不十一奉献 我们找借口去不服事 这些都是我们个人 描述了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律 所以路加福音说 上帝的律是什么 你们多给人 上帝就多给你 这是上帝的法则 上帝的法则是 你多给人 上帝就多给你 对不对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法则 可是明明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才干 我们却不服事 明明神给我们富足 我们却不奉献 我们把自己当作一个属灵的婴孩 那这就是 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这种思维 思想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等于向筹集打开了一个窗户 让这种贫穷的人进来 那这些思维就成为一个贫穷的破口 继续的挟制我们 因此在这里我也是跟大家去分享提醒说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这样子的负面的思维 让我们的这种祝福产生了一个限制 以至于说我们的这种贫穷的这种思想 向筹集散开的这个破口的时候 那种贫穷的灵就挟制了我们 我记得以前 孙牧师常常会分享 如果你听过孙牧师分享的话 或是参加过他不同的聚会 恩高的聚会 你可能会听过他类似这样子的分享跟见证 特别是当他2005年 开始出来国度性的服事的时候 那他就领受了很多的恩宠 这个恩宠都来自上帝的 那他个人呢 你认识孙牧师的话 他是一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人 他有什么就说什么 所以他在服事上 他如果受到上帝的恩宠 他就会很自然的去诉说 他如何蒙上帝的恩宠 所以甚至他在经济上 神如何的祝福他 然后在经济上 如何经历那种神奇妙的供应 他常常在讲台上不断的诉说 那所以因为他常常这样子诉说 所以他曾经服事的这个机构 那最初几年 他是在某一个机构 大家可能都会知道的 在那里服事 那那些跟他一起服事的这些牧者 同工 就会私底下跟孙牧师说 拜托你不要再公开讲 上帝如何的供应你 上帝如何的给你富足 如果你继续的讲 你多富足多富足 但以后呢 我们怎么样去受奉献呢 大概就不敢有人奉献 因为想说你太富足了 我干嘛奉献给你 那所以呢就一直劝孙牧师说 你不要一天到晚去讲上帝的恩宠 上帝的这种富足好不好 然后否则我们就收不到各地的奉献了 对于孙牧师来说呢 他认为说 上帝既然给你真真实实的这种功力跟恩典 就好像是罗心酸所说的 我们所经历的 却不能不说 那所以呢 上帝不会是因为 他不断地述说他的恩典 就止住了这种祝福的这种水流 没有 反而越看到上帝一直在他生命里面 不断地祝福他 不断地祝福他一次又一次 而且年年比年年更丰富 就好像一个被恩典追着跑的一个人 每次他在这里大胆地去诉说 他的这种恩宠 或是他的祝福的时候 我自己也会想到说 在旧约里面的约瑟 我相信呢 大家对约瑟都非常的熟悉 约瑟呢 就是一个爱做梦的人 他每一次做梦呢 他就很自然地就会把他的梦境 告诉他的兄弟 这些梦境呢 就是如何梦见月亮拜他 如何梦见何捆来拜他 那这个呢 激起了他周围的兄弟 嫉妒他 可是他爸爸告诉约瑟说 不要再说了啦 你不要再老是做这些梦 因为他爸爸知道 他的梦会引起 他的兄弟来嫉妒 可是约瑟并没有停止 诉说他所领受 当然我们也看到 约瑟后来因为被自己的兄弟陷害 可是约瑟他是一个非常富足的人 所谓富足的人 也就是说当他领受到这种恩典 或是领受到启示的时候 他愿意去分享 他愿意去诉说 同样的他落到贫穷的光景里面 他没有抱怨 他去接受他的环境 在他的环境里面继续着去努力 找出不可能中的可能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富足的人 他不是因为外表的富足而富足 而是他属灵里面是非常富足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许多的旧徒 看到许多旧徒 甚至我们的长子 传道或是牧者 其实长期也是被这种贫穷的灵所挟制 当我们被贫穷的灵挟制的时候 那你觉得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行为模式 就会越来越怎么样 越来越自私自利 甚至我们在我们的服事里面 就越来会有功利的这种 个人的行为主力 这些都造成了这种 我们的这种贫穷 以至于说 这些贫穷的灵使我们不肯尾身 不愿意服事 或是在金钱上面 总是斤斤计较 我不知道当你要奉献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算得很清楚 他就有一个 过去曾经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 那他是一个很敬钱的旧徒 所以他每一次在去教会之前 他就会先把他的支票开好 奉献给神 那有一天早上他要去教会 那可是他接到了一通很紧急的电话 那是他的员工打电话给他的 他的员工告诉他说 糟了 我们最大的一个货船 现在正在海上遇到很大的劫难 这个货船呢 可能会打击我们整个经济 然后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时刻 当这个商人呢 他听到了这样子的消息之后呢 他马上跪下来祷告之后 顺便把他手边的支票重新撕掉 因为他每天都预备好一张支票 他就把支票撕掉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撕掉 那今天就不要奉献 对吧 可是他呢 撕掉这张支票的时候 他开了一张更大的支票给神 因为他相信 他开出的这张支票给神 他说 他旁边的人说 你为什么要开这么大的支票啊 你就知道你 你因为这场意外 你可能会瀕临破产耶 那他说 在我破产之前 赶快把最大的一笔奉献奉献出去 免得我真的破产 那我们会发现说 他其实对于金钱上面 他没有限制住他的什么思维 以至于说 他更愿意在奉献上面 付出 我相信说 他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付出的 上帝会加倍再给你 那但是 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 也表示说 你里面的这种 富足 远超过你外在的 因此我们 无论是我们服事 或是我们的奉献 或是我们对金钱的这种看法 我觉得说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 在我的服事里面 在我的这个金钱 经济上面 我是不是受的这种贫穷的挟制 以至于说 我有贫穷的咒诅 那这个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去想 如何的去堵住这个咒诅 这有一些咒诅 我们刚刚说的是 历史历代所带下来的这些咒诅 那这些咒诅呢 也包括我们历史历代的祖先的一些错误 那因此我也必须要让大家来去看说 到底历史历代的这些咒诅 为什么我们世世代代都绕不出去 首先呢 我们说人生七年里面 导演 他用六十年的时间来证明 贫富是不是遗传的 那事实上他的结论就是贫富是一种遗传 那如果说是一种遗传 我们说既然是遗传 他就是一个咒诅跟祝福 对吧 富有的又富有 贫穷的又贫穷 那我刚刚说过 有一些例外就说 如果你富足 可是你在你的生命里面 冒犯神 得罪神 你也可以 会落入到贫穷的一种黄景 那因此我们去思考 到底在我的生命里面 有没有那种贫穷的影子 跟贫穷的思维 那或是我历史历代以来 到底有没有被贫穷所挟制 那首先我们就会看到说 历史历代的背逆神 不认识神 或是拜偶像导致的贫穷 那我们看到耶利米苏三章二十四节 他说我们幼年以来 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的列祖 所劳碌得来的羊群 和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 在这里看到的 为什么我会贫穷 为什么一个人会贫穷 为什么我们会贫穷 而是那种偶像 祭拜偶像 导致我们的贫穷 背逆神导致我们的贫穷 没有敬畏神 没有敬拜神导致我们的贫穷 这是圣经所说的 因为我们的祖先 或是我们的列祖 劳碌所得来的 却因为拜偶像的缘故 贫穷 同样的在耶利米苏五章四节说 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 是愚昧的 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 和他们神的法则 到底神的法则是什么 如果你想要知道 蒙祝福神的法则是什么 请你看生命纪二十八章 敬畏神 尽心尽力的去爱神 遵守神的律例典章 我们就可以在各样的事上 丰丰富富的蒙福 请再留意说 丰丰富富的蒙福 这个蒙福 这个富足 不是只是在你屋子上面 而是在你属灵的层面上面 在你的精神层面上 在你的生活层面上 在你的思维的模式 模式的层面上 那再来呢就是 没有遵守十一奉献 遭皇从马萨吞吃的 这种是贫穷的灵 特别是马拉基书三章 八道色节提到 因为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只顾自己 就认为自己的不够 所以他们在奉献上面 偷窃了上帝的荣耀 所以上帝指责他们 他说 对他们说 人岂可夺取上帝的共物 你们竟夺取了我的共物 我们在应给上帝的上面 斤斤计较 我们在应给上帝的奉献上面 我们总是不舍得 所以人夺取了给神的东西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往往并没有留意 我们的时间 我们好像夺取了 我们的金钱也夺取了 所以没有遵守十一奉献 就遭了皇从马纳的吞吃 也就是我们给仇敌 开了一个门 这个门 让贫穷的灵 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那再来呢 一个贫穷的灵 或是贫穷的咒诅 你就会思考 是不是我历世历代祖先 在金钱上面 曾经压榨过别人 欺贫过人 吝啬不给穷人 导致现在的贫穷 在箴言的11章24节说 有失散的 却更加增添 有吝惜过度的反自贫穷 也就是说 你愿意去帮助别人 反而你更加的富足 你更加的蒙福 可是你另于去付出的 另于去给予的 最后你导致自己的贫穷 因为这个是一种贫穷的思维 因为我不想给 因为我给出去 我就少了嘛 我少了 我就会经济上面 好像需要的 物质上面就减少了 可是当有这样子的思维的时候 它反而更加的贫穷 另外就是说 周记穷人 箴言28章27节说 周记贫穷的 不至缺乏 阳为不见的 必多受咒诅 在这里讲到的咒诅 就是不蒙福的意思 意思是说 我们愿意去帮助 我们反而不会贫穷 不会缺乏 确实因为我们不愿意去帮助 我们在各方面 就受到很多的拦阻 或是看到很多的这种困境 这就是上帝不断的 对我们释放出的一种话语 再来就是 难度啦 贪穷啦 耗酒啦 也导致贫穷 那所以箴言说 受烂的 要受什么贫穷 守情的 却要富足 历史历代 我们的这些 富足或是贫穷 都可能是因为 祖先得罪神了 或是冒犯神 以至于说 这种贫穷的思维 跟生活的模式 不断不断的 笼罩在我们的生活里 并且一代一代的延续 给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的孩子 在这个贫穷的 思维模式里面 走不出来 就变成说 我们一直在贫穷的思维里面 世世代代的缺乏 今天我也想要 透过这样子 让大家更多的去 思考说 为什么我的生活 或是我的服事 好像有一些困境 为什么好像有一些瓶颈 那是不是在这几方面 我的历世历代的祖先 有没有得罪过神的 或是悖逆的 那甚至呢 我们自己在服事上面 不单只是金钱的奉献 我们的时间的奉献 是不是也是偷窃了神自己的贫穷 同样的我们历世历代的祖先 是不是曾经在 他的那一代压榨过人呢 或是欺哄过别人呢 那甚至过去 我的祖先可能是地主 或是可能是财主 但是却吝啬不将 我们所有的去供给贫穷人 导致我们的贫穷 被开了一个大的破口 所以贫穷的灵就 就进入了我们世代的子孙 让我们不断的在贫穷的思想里面 贫穷的思维里面 一直受困扰 那同样的 会不会是因为 我们的懒惰啦 贪吃啦 导致各方面的贫穷 服事的贫穷 就有人去服事就好了 不需要 那这些都是我们今天 必须要重新来做思考的 有机会的话呢 其实你们可以去看这本书 穷爸爸跟富爸爸 那这是还蛮特别的一本书 虽然它是在讲 看起来它是在讲这种财富的问题 看起来 那事实上我觉得它带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一个思维的冲击 也就是说真正的贫穷 并不在于它的职业 并不在于它的教育 真正的贫穷乃是在于它的思维 它的思维 它的思维决定了它的宽度跟广度 有时候我们因为太有贫穷的思维 以至于我们看事情 我们处理事情 我们不够积极 我们不够大方 我们不够宽广 是因为这一切的贫穷的这种思维 挟制了我们 那事实上 从它这本书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认为说 在穷爸爸的身上里面 印证了很多这种贫穷的思想 贫穷的思维 那因此 越是有贫穷的思维的人 他就是越容易敞开贫穷的大门 让这种贫穷的灵挟制我们 以至于世世代代贫穷下去 那我自己蛮喜欢这本书 它也蛮特别的 它说很多时候 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下一个定论 就是太难了 不可能做得到 可是它说 其实一个富足的人 他会先想 那我到底用什么方法 我才可以去完成 才可以做得到呢 那这个就开启了不同的思维 一个思维就是停止思想 停止动作 对不对 另外一个思维就是 我可以继续的去发展 去思考 怎么样去找出解决的方案 那这个 无论是对于我们在服事 或是我们工作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提醒 那同样的 如果你自己有青少年 或是小孩 他可能想要找工作 或是什么 正要步上一个人生的一个道路来说 这本书倒是蛮值得给小孩做参考的一本书 穷爸爸富爸爸 他并不是指他自己有两个爸爸 而是指说他自己的爸爸的确是一个大学教授 可是他却认识一个小学没毕业的做生意的爸爸 人家的爸爸 那他在不同的人身上 他学习到这种生活思维的这种模式 那后来当然这个作者就是成为一个很富足的人 因为他在富足的爸爸身上学到了很多的功课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所谓的这种积极的思想 积极的思想 对吧 事实上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积极的态度 跟积极的思想 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 那我们不要被环境或是我们的生活压制 而掩盖了我们应有的这种积极的态度 那如果你们没有特别的话 我们要在这方面做一个祷告 那事实上我本来想今天顺便跟大家分享 这种孤儿的灵 但是因为孤儿的灵我说是一种mentality 就是一种思维的模式 这种思维的模式 有些人把它解释成这种孤儿的灵 那事实上它不应该是一种灵的一个 而是说我们的思维的模式的一种方式 那这个是当我们有孤儿的思维模式的时候 我们自然的就像我们有贫穷的想法 那我们就是等于像贫穷敞开了一个大门 让许许多多的这种贫穷思维就进来 那到底贫穷思维有哪一些 你所想到的贫穷思维有哪一些 它可能是怕时间的这种失去 然后对时间斤斤计较 然后不敢服事 会觉得我一服事我就没有时间怎么样 那另外呢 它在金钱上面可能也窃取了神的荣耀 窃取了神的购物 那它可能非常的担忧 担忧它的经济 它惧怕它今天毕业了 明天不知道怎么办 那惧怕的公司是随时会炒它犹豫 那所以它就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惧怕 那它的贫穷的心态 也让它常常对于金钱上面就斤斤计较 不单只是斤斤计较 它对自己吝啬 对别人也吝啬 那甚至它在生活上面非常的怕吃亏 那它怕吃亏 当然就很容易跟别人斤斤计较 对吧 以至于说 它不知不觉会贪小便宜 占人的便宜 那你也会看到 它常常会埋怨 不会感恩 然后这些贫穷的人 更容易散发出那种苦读跟论断 以至于它自己在服饰上面 它可能也是一个不顺服的人 当一个小组的组长 或是牧者 或是我们的长职 在要求我们 或是请我们一起配搭的时候 可能它那个不顺服的思想跟心 心态就会出现 那有个小出信者 有个出信者 他就问我说 牧师到底什么叫做谦卑顺服 我不会 我不懂 什么叫谦卑顺服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知道什么叫谦卑顺服吗 什么叫做 什么样叫做谦卑顺服 因为他刚幸福 那他就问我说 什么叫做谦卑顺服 难道我要听教会牧师的话吗 可是我不喜欢他们 为什么要顺服他们 什么叫谦卑顺服 在你的定义里面 什么是顺卑顺服 预方请说 放下自己的思维 就是要舍己 要顺服 顺服前途 放下自己的思维 那对 也就是说 当你放下自己的思维的时候 你是不会 不容易 用自己的想法 方式 那所以我就很简单的告诉他说 你乖乖的听话 是不是 你教小朋友的时候 是不是会说 你乖乖的听话 那一个小朋友很单纯 乖乖的听话 就是 不要扮嘴嘛 对不对 不要老师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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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小朋友常常会 发出这样子的问题 是不是 你把垃圾捡起来 为什么 你把衣服收好 为什么 你去读书 为什么 小孩有时候会很不自觉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其实当他发出为什么的时候 就等于说 他在跟权柄有一个抗衡 是吧 当他有一个抗衡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很多的 为什么 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跟他做个解释 我们不能说没有解释 当他你解释的时候 他说 哦 好 那就乖乖的去做吧 那乖乖的去做 是说 当你去执行的时候 你就没有什么 没有怨言嘛 你就没有埋怨嘛 你就没有批评嘛 你就没有论 乖乖的去把衣服收好 好 那你就收了 可是你一边收一边 我还要收衣服 妈妈要叫我收衣服 我还要把衣服挂好 我还要怎么样 这个就是什么 你虽然做了 可是你带出来的是什么 怨言 这就是一种乖闭嘛 悖逆嘛 就是我们说的不乖嘛 对不对 所以因此呢 我说 其实最单纯 最简单的一个说法 什么叫做顺服 那就是乖乖的听话 除非 除非教会 或是你的牧者 叫你做坏事 或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违背你良心的事情 违背真理的事情 不要说违背良心 应该是说违背真理的事情 因为每一个人的良心 不大一样 对吧 那个程度不一样 是不是 就 今天我还在 美国的这个 新闻里面看到 grab and go 也就是说呢 我们知道美国的很多 这个玻璃橱窗 这个mall都是玻璃橱窗 对吧 好 那所以他们就是到了这个mall 就是到了商场 把那个玻璃打破之后 就grab就抓 抓了就跑掉了 那我说过 加州的这种州政府 他执行了一个法令 什么法令呢 就是只要你偷东西 不超过950块 美金哦 你就不算偷 你也不算犯法 这是什么道理啊 所以这个良心 是不是很不同 所以你说 只要你 不要做违背良心的 那原来现在的良心 是不能用 个人的良心做衡量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上帝的真理 来做衡量 才叫做公平公义 对吧 但是如果我们以这样子的法律 来做衡量 那这个世界上的法律 跟人心的 人里面的良知 良心 就非常非常的不同了 你在这一家州 抢东西 偷东西 不要超过950块美金 你就不犯罪 你也不用坐牢 可是你在另外一周 你只要偷个东西 就要坐牢了 对吧 所以这个世代的这种法律 法则越来越什么 不同 记不记得上次分享过 那个石泉妈妈 对不对 石泉妈妈 她其中的一个儿子 我不知道我没有 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片段 她的其中一个儿子 应该是老三还是老大 她有一天 因为她是青少年代 十七八岁 她就被抓到警察局去了 就她妈妈接到电话 这个Avalanche接到电话之后 就赶到警察局去 然后发现 原来警察告诉她妈妈说 你儿子偷钱 结果呢 就做了笔录 就放他出去 那她跟她妈妈说 妈妈 我只是偷了那个人 钱包里面的三块钱 我里面的证件 钥匙 我全部都没有动 我只不过偷了三块钱 她妈妈回了一句话说 stealing is stealing 也就是偷窃就是偷窃 偷窃 有没有分大跟小 没有 偷窃就是偷窃 管理偷三块三百块或是三万块钱 就是偷窃 其实我们看到 就是说 这个原则非常的清楚 对不对 偷窃这个行为 没有大与小 就是一个错误的行为 犯罪的行为 那后来当然这个儿子呢 最后被判什么 进监牢嘛 因为三块美金 当时当然在70年代或是60年代 三块美金是很多啦 可是这三块美金 有没有到三千块美金 我就不知道了 以现在的价值来说 可是这三块美金 却足以让他坐牢 警察就给他们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坐牢 一个对于18岁的小孩说要坐牢 那招了他一生就毁了 是吧 然后另外一个警察给他一个选择 就是要不你就是从军去 去当兵 后来他最后跟他妈妈说 妈妈我选择当兵 当兵对我来说也很好 从军对我来说也很好 所以Avolent是个小孩当中 其中有一个就是军人 也就是为什么成为军人 就是因为当时偷窃 然后没有进 没有进到监牢里面 反而从军去了 可是现在呢 现在950块钱是等于 几乎是3万块钱台币 如果你想你偷3万块钱台币 在台湾算不算偷窃 算偷窃嘛 对不对 不管你是怎么样 你还是会被抓 对吧 所以因此呢 每一个地方的这种良知 道德差异太多了 所以如果我们以良知 道德来做一个判断 那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什么 公平跟公义 我们真正的公平跟公义 你是要在哪里的准则上 在圣经的准则上 刚刚有人回答说 原来看见家里堆一堆东西 不舍得丢 客厅的走道 都没办法走了 也是一种贫穷的瑕疵 感谢主流看到 囤秦也是一种精神疾病 没有错 你有听过囤秦吗 囤秦东西也是一种 囤秦也是一种精神疾病 因为贫穷嘛 因为贫穷你会囤秦嘛 对不对 太缺乏了 你会害怕嘛 也就是说赶快囤秦东西 然后所以会觉得说 怕不知道明天够不够 或是不知道我的生活够不够 因此呢 就是这些都会是一种贫穷的瑕疵 OK好 刚刚那个医用传道说 他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师母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你刚提到的那个 那四点 那四点 然后第三点的历世祖先 第三点 历世祖先 历世祖先 曾在金钱上压榨人 对 七红的 师母你指的这种是 七红那一块也是属于金钱方面的吗 还是说 金钱方面 或是 例如说如果是去 去欺骗人 然后造成人家去 亏损 对 或者是造成人家入狱这些 是不是也算是 不单只是指金钱上 可能 你可以广泛的说 是不单只是金钱上面 然后你为什么要七红别人呢 你为什么要去压榨别人呢 你压榨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是金钱上面的压榨 甚至劳力上面的压榨 你劳力上面的压榨是为了得取更多的利益 对不对 那金钱上面的压榨当然就是金钱上面的这种东西 你就欺哄别人偷占便宜嘛 那但是另外一种压榨 可能就是劳力上面的压榨 对吧 那为什么劳力 劳力一定是跟利益有关系 就像美国的黑奴一样 为什么要压榨那些黑奴 为什么要压榨那些黑奴 就是跟经济有关系 对不对 那些黑奴可以带给他们财富嘛 如果没有黑奴的这种努力跟付出 他们就没有什么 没有人为他们工作 那财源资源就没了嘛 没有人帮他们开发 因为开发需要劳力 那这些都是跟利益金钱是有关系的 好那师母另外一个就是请问你 像说我们女生结完婚之后不就归夫家的吗 那如果是小孩子的话 像说我们以这样子的贫穷灵来讲 是父系母系双方都会影响 是吗 对 我讲的是原生家庭这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讲到的 我们个人先受到的是原生家庭的影响 对吧 然后原生家庭的影响导致于说 现在我的价值观 我的这种三观就会受影响 是吗 那我的思维模式也是受影响的 所以我也许孤儿的灵会放在下一季来谈 因为下一堂课我想要谈到的是偶像的权势 黑暗的权势 那这下一堂课 那这今天呢就是把这种贫穷的灵破除了 然后我们再进入偶像的权势 还有要留意就是说拜偶像也会带下贫穷 OK 带偶像也是会带下贫穷的 我提出几样东西让你自己稍微等一下在祷告的时候做一些思考跟认罪好吗 也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说有没有惧怕或是担忧或是我们有贫穷的心态 或是对人有些斤斤计较 那甚至呢我们常常会很吝啬 吝啬或是怕吃亏 然后贪小便宜 那甚至你有贪穷的状况 我知道说有时候贪穷 圣经说懒惰的人就会带下贫穷 对吧 还有贪穷的人 贪穷也是跟懒惰其中是连结在一起的 因此如果讲到贪穷主要的原因是提到勤劳跟贫穷的问题 然后你会不会常常有一些多多少少想占人家便宜的这种念头 那我刚刚说的这种不顺服不忠心不幸 或是愤怒顽固贪婪没有纪律 这些思想混乱也都是 因此在我们的这种生活的小细节里面 我们的思维里面会不会有这些东西 那另外就是刚刚说的贫穷的这种思维 跟富足的思维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积极的思想跟态度 譬如说我刚举的例子说 当你碰到一个比较困难的议题的时候 你马上会说不可能啊 我做不到 还是说我如何的才能做得到呢 譬如说这个小Peter正要准备去读考GRE 去读去出国留学 那可是呢 他如果有个负面的一种思想 他说我GRE要太难了 要花很多的时间 我是不可能的了 那这样子呢 他就被这种不可能所挟制 那就是没有这种 就是等于他有个贫穷的思想 但是呢 他如果积极的努力 他就想说我如何的才能考取 我如何的才能过关 那他就会带下一个动作 带下一个方式 带下一个行动 那这就是一个积极的思维 好 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好不好 这个祷告呢 我们先做一个认罪 我们先做一个认罪 来 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做祷告 我们先做一个认罪 圣灵我这个时候呼求你 主要我们要进入到你的启示里 圣灵你对我们说话 向我们启示 在历世历代的祖先里 有什么得罪了你 冒犯了你 主要这一切的咒诅 是由我主心而来的 主要我要求你向我开启 这时候我也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主你不单只是向我们启示 绝数你也与我们同在 主要你来帮助我们 拆派你的天使在我们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祷告室里面 来对我们说话 并且拆派你的使者 为我们征战 主啊 你的征战天使就围绕在我们的世中 主啊 你的征战天使这个时候 要来为我们征战 主啊 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上 祝你拆派你的使者 来搅动 以至于主啊 这场征战 你要再次的为我们插上得胜的旌旗 主啊 也释放你的膏油 在每一个祷告室 让每一个来到你宝座面前的 主啊 都能靠着你的能力得胜 主啊 这个时候也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为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 用真理用塑料 用你当作不心性 性格从我们的盾牌 要灭尽一切恶者的果鉴 为我们穿上平安服务的席子 主啊 我们所到之处 戴下你这只属天的平安 主啊 也为我们戴上平安 救恩的头盔 主啊 你的宝血要厚厚的涂抹 我们这个思想意念 主啊 在这思想意念里面 曾经被仇主所欺骗 所谋骗的 主求你 来为我们争战 保水后部的涂抹 折盖 主啊 也奉你的圣灵 配上圣灵的保健 令你的真理 释放我们一个人 进入到自由 主啊 你的真理 要断开一切仇主的谎言 你的真理 要把我们带入自由 主啊 你的真理要释放我们 进入到自由 主啊 谢谢你 用你的话 来向每一个人说话 每一个祷告时的弟兄 或是姐妹 来说话 主啊 让你的话语释放我们 主 谢谢你 主啊 我这个时候 要奉你圣名 来带我们每一个 在线上的牧者同工 来祷告 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来一起祷告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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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就是 那边 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 你是耶和华以乐 凡事你都为我们预备 因此我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我要求你一件茶文 我求阿巴父来宽恕我 宽恕我以及我历世历代祖先 曾因为无知而向贫求的咒诅 敞开了大门 我要为自己在金钱 经济以及奉献上认罪和感 因为我一直被贫穷所挟制 并且在生活奉献上受到了搅扰 我担忧以及惧怕 甚至我担忧阿巴父的供应 亲爱的父求你开我属灵的眼睛 让我看见你是丰盛的主 我也相信你必眷顾我的需要 因此我要为我过去 这些贫穷的思维 以及行为的模式来认罪回答 过去我曾经将你现有的贫穷状况或是现有的心态 一个一个的沉迷在神的面前 你自己来跟神说 我过去总是 譬如 我不肯委身 不肯奉献 不肯服侍 我窃取了神应得的贡物 我担忧 我惧怕 我贫穷的心态 总是惊惊计较 我吝啬 我又怕吃亏 我贪睡 我也占得一家便宜 我埋怨 不敢能 甚至常常苦读 论断 以及批评 我里面那不顺服 不忠心 以及我里面不信 愤怒 懒惰 顽固 贪婪 没有纪律 这些思想 主啊 再一次的向我们启示 过去 我们每一个人 在不同的层面上 冒犯了神 主啊 你对我们说话 来启动我们 让我们在各样的 贫穷世上 来认罪 主啊 这就是我贫穷的心态 这是我贫穷的 行为模式 求父上帝 借由主耶稣基督 所留的保险 涂抹我的过犯 是的主啊 你涂抹我的过犯 这时候我也要站在 祖先的经济 以及财务上的破口 来向神认罪 我要为过去历世历代 祖先来带导 也包括我的父亲 以及母亲 过去他们曾经 在财务和金钱上 得罪了神 冒犯的人 求主赦免恩典领道 求去他们的过犯 过去他们曾经 在什么事情上 得罪的神 冒犯的人 请你将这些事列出来 如果你记得 如果你不记得 你求神向你启示 过去我的祖先 也许曾经压榨人 留无辜人血的 侵占别人的财物 以不法的手段 取得利益的 欺哄人钱财的 贪心悖逆上帝 不信神 吝啬贪心 怕吃亏 懒惰贪顺 主啊求你 涂抹这一切的过犯 甚至因为惧怕 而偷窃了因给神的一切 愿父上帝赦免 饶恕我祖先一切的过犯 父啊我也求你 饶恕我历世历代祖先 主啊他们 没有对身边的人 或有需要的人 展现那慷慨大方的行为 主啊饶恕 我们在心事意念上的小信 怀疑贫穷 恳求圣灵降下烈火 烧信这一切贫穷 烧尽这一切 负面的思想 烧信这一切过犯 烧信这一切 得罪神的心思意念 悖逆的意念 主要愿你烈火燃烧 烧尽这一切 不讨你喜悦的 孩子这样子祷告 来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这个时候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拿起那圣灵的保健 主要我要奉你的圣灵 破除断开一切贫穷的营内 一切贫穷的营内 以及在我生命中 每一个领域挟制我的贫穷营内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一切来自仇敌的那些贫穷的心态 包括我不愿意毁身 不愿意顺服 不愿意服事 我窃取了上帝的金钱 我担忧 我惧怕 我斤斤计较 我吝啬 我贪心 我怕吃亏 我懒惰 贪税 赞人便宜 我压榨人的 我过去祖先称 留无辜人血的 侵占别人财物的 以不法的手段 取得利益的 欺诈欺瞒人的钱财 贪心 费逆上帝 埋怨 不感恩 甚至在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的经济上 总是苦读 论断 不顺服 不忠心 不信 愤怒 顽固 贪婪 没有纪律 主要这一切 来自仇敌的 这些贫穷的因练 要一个一个的断开 破除 断开破除 你们无权无分 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破除一切 那贫穷坚固的因练 破除这一切的因练 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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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你个人 在你的心思念里面 曾经 经年累月 所营造出来的 这种因练 因为你的惧怕 因为你像 抽屉敞开的 这个破口 所带下来的 这个因练 主要我 这个时候 要拿起圣灵的宝剑 破除断开 破除断开 断开这一切 你们在我的姊妹 在我的弟兄 的生命里面 无权无分 我取消你们 所有的合法权利 取消你们 所有的合法权利 你们没有任何的权利 可以在我的弟兄 姊妹 在我的牧者 传道身上 有任何的权势 我奉耶稣旧的圣灵 一个一个的破除 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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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碎你们 一切所有的权势 破碎那仇集的权势 破碎那你们 破碎你们 在我弟兄 姐妹里面 所营造出来的 这种权势 完全的破除 破除 我奉耶稣旧的圣灵 命令这一切 贫穷的灵 现在离开 离开 完全的离开 离开 主要说你向我们吹气 向我们吹气 让我们不要活在 那个匮乏当中 让我们不要 整天愤世祭祝 让我们不要 总是跟别人比较 主要我奉你的圣灵 主要那些 比较的淫类 那些 嫉妒的淫类 要一个一个的破除 完全的出去 完全的出去 主要你释放 释放 释放 主要一切 挟制我们的 这些仇敌 要离开 你一个一个离开 离开我的弟兄跟姊妹 离开我的传道 主要完全的 命令他们离开 你们无权无分 无权无分 在他们的思想上面 挟制我们 在思想上面 使我们害怕 惧怕的 我奉耶稣就说明 你一个一个的离开 现在离开 那些惧怕恐惧 害怕的灵要出去 惧怕贫穷的 恐惧贫穷的 害怕自己缺乏的 现在我安全的出去 离开 我安全的出去 离开 透过经济 透过物质 来挟制我的弟兄 或姊妹的 现在我奉主的名 现在离开 离开离开 圣灵 你的光要照亮 我们心中的黑暗 主要你光要照亮 我们心中的黑暗 使我们不再 活在惧怕里面 使我们不再 活在那没有安全感的 生活里 主要我奉主耶稣 这个圣灵 没有安全感的灵 离开 破除那没有安全感的 淫泪 破除那没有安全感的 淫泪 完全的破除 完全的破除 你们无权无分 无权无分 在我的弟兄 或是姊妹身上 我奉耶稣 就是圣灵 离开 离开 圣灵 那些贫穷的灵 贫穷的灵 压制你们的 现在破除离开 破除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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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 透过 透过你的 全世 来压制 压榨别人的 过去你的祖先 透过全世 来奴役压榨别人的 压榨别人 奴役别人的 这个灵 现在离开 破除 离开破除 奴役别人 压榨别人的 这个 阴内 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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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历世 历代 祖先 曾经是财主的 但是却压榨别人 奴役别人的 奉主耶稣 这些名 涂抹 祖先 曾经 因为全世 压榨别人 奴役别人的 主要你 涂抹 这一切的过犯 主要奉主的名 奴役的 奴役别人的灵 要破除 破除 破除 主要你 涂抹 他们的过犯 涂抹 破他们的过犯 重使 历世历代 祖先 奴役别人 压榨别人 把这些奴役 奴役 当作理所当然的 窃取了 他们的财物 窃取了 他们的生命 压榨了他们 欺压了他们 主要求你 涂抹 这一切的过犯 涂抹 主要再次的 释放 释放那 奴役别人的灵 要完全的 释放出去 释放出去 主要 赤下 谦卑顺服的灵 赤下 谦卑顺服的 高游 赤下 谦卑顺服的 高游 哈利路亚 шего iani 长的 谦卑顺服的 高游 继续的 全能的 父上帝 我求你赐给我们 一颗富足的心 让我 慷慨的给予 不占平民 不再精精技巧 主啊让我更多的愿意帮助别人 在各种服饰上 在各种的善功上 主啊我愿意更多的服饰 求你让我脚踏实地的努力工作 努力的去服饰 并在职场上有美好的见证 主啊求你在经济大环境的动荡之下 让我不要整天惶恐不安 不可终日 我总是计算着房贷车贷 我总是惧怕家里的经济 因此我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奋战 但主我知道 你是凡是供应我的主 当我愿意信靠你 你就帮助我走出这一切财务的危机 我奉耶稣就圣明 破除那财务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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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你家人在贫穷里面打转的 在贫穷里面打转的 过去你的祖先可能是这些贫穷的住户 贫穷的乞丐 甚至在灵里面是贫穷的乞丐 在物质上面是贫穷一无所有的 我奉耶稣就圣明 那贫穷的灵要离开你们 那贫穷的灵要离开你们 破除那乞丐贫穷的这种思维模式 破除那乞丐贫穷思维模式 那些贫穷的 匮乏的完全要离开你 你从你的祖先历世历代 受贫穷所压制的这个时候 释放那贫穷的灵离开你们这个家族 离开你们这个家族 释放那贫穷的灵离开你的家族 完全的离开 完全的离开 破除那贫穷的灵 完全的离开 曾经在那个乞丐的这种权势里面 打转的 贫穷的 觉得入不敷出的 每天都必须要为生活盈盈盈盈的 为乞讨的 那些怜悯 帮助的 总是觉得自己不足够的 奉主耶稣这个圣明 弃绝这些缺乏 弃绝缺乏的这些思维 弃绝缺乏的灵 在我里面的挟制 完全的弃绝 完全的弃绝 因为自己祖先 在经济上面受到压制 受到困难 伤痛 主要我也奉耶稣这个圣明 当你们在经济上面 面对这些经济的困境的时候 你们的忧伤 也要完全的释放出去 释放 释放那忧伤 忧伤的灵离开 释放那忧伤压制的灵离开 忧伤压制的灵离开 忧伤压制的灵离开 现在 忧伤压制你们的灵离开 因为经济而惧怕 因为经济而压制 你喘不过气来的 是你每一天都活在那种 隐隐隐隐的生活里面 我奉耶稣这个圣明 释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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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奉耶 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过去你的家主 历世历代的主 ihn 曾经在黑暗的权势 曾经是黑社会的 曾经是透过权势来压榨别人的 我破除那黑帮黑暗势力在你家族的一切笼罩 透过权势透过威胁透过利诱透过贩卖人口的这种黑帮权势手段 完全的破除断开完全的破除断开 破除这一切黑帮贩卖人口的这种权势 完全破除像吗啦啦啦 透过买卖奴隶的买卖奴币的这种权势 历世历代用买卖奴币买卖人口来获取权利的我奉主的名 破除断开破除断开破除断开 破除那黑暗势力黑帮的权势完全破除 透过压榨别人谋取利益的 谋取利益的使你们家得到权势的那种威胁的权势要破除 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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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危险压制权势 透过这种黑暗的这种手段来压制别人的 使别人惧怕的那种黑暗权势 要完全破除 完全破除 耶稣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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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主的心 主啊使我里面有慷慨的心智 我不再占别人便宜 也不再斤斤计较 我更愿意在各样的善功上帮助别人 主啊 求你使我有一个美好的见证 主啊 这个时候来求你帮助我 帮助我们走出一切贫穷的困境 财物的困境 主啊 这一切困境不再是一个循环 那贫穷不再是一个循环 主啊知道你保血冲刷 十字架挡在我跟贫穷的灵当中 主啊那黑暗贫穷的权势 完全的落在十字架上 主啊你十字架输灰这一切贫穷 破除这一切贫穷 主谢谢你 我也相信我们家族一代一代更好 求你祝福 祝福我们的国家 祝福我们国家与其他的国家 彼此都能在贸易上有更好的发展 能双赢多赢 彼此能合作 主啊也祝福我现在职场的老板 祝福他 让他的工作 让他的事业 能越来越发达 主啊让我在职场上 成为一个祝福 主啊让职场也透过我的服饰 透过我的角色 来得到祝福 主啊我要祝福我的同事 主啊使他们喜乐满盈 主啊我要祝福我的办公室 主啊使他们 使我在办公室充满了这种喜乐 主啊使我的办公室充满了佛血 主啊谢谢你 主啊也相信依我的存在 使我的工作环境更加的活泼跟喜乐 主谢谢你 主啊谢谢你 我就是那祝福的管道 主啊也求你保血捷径我思维的模式 我相信美好的事将要发生 主啊我相信美好的事就要发生 主谢谢你 谢谢你更新我 谢谢你带领我 谢谢你将我从贫穷的困境里面 再次的走入 富足 主啊不单只是我生活富足 我的思想富足 主啊我不再被贫穷所假释 因为主你为我断开这一切 主啊我要奉你的圣灵祈求 主啊我要奉你的圣灵宣告 主啊我的生命是富足的 主啊谢谢你 主啊谢谢你 在这个时候你要向仇敌宣告 我们是富足的 我们是富足的 向仇敌宣告 主耶稣释放我进入到完全的自由里 释放我进入到富足的生活里 我不再被其贫穷所挟制 主谢谢你更新我的心事意念 祷告来奉套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祈求 阿们 是的主啊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 更多的浇灌燃烧我们 烈火你烧尽我们 烈火你烧尽我们 烧尽那一切这种心事 进入 进入 进入到自由里 主要释放你的自由 更深更深 那平安 平安要进来 平安要进来 平安的高游 平安的高游 要浇灌你 那百般的智慧 百般的丰盛要领到你 是的 你不再嫉妒也不再跟别人比较 掉了 神两个礼 that 坐落在加美之处 是美好的产业 涉 enorm soul 包括你看得见的产业,以及包括你的儿女 你的世世代代要因为你而蒙福 结束的祝福要从你开始 世世代代的祝福你,祝福你的孩子 祝福你的子孙 他们的父主要来见证神自己的荣耀 那些贫穷的锁链曾经在你的左手的 在你的左手非常沉重的断开破竹 那贫穷的锁链曾经在你的手上 扣住你的左手,举起来都觉得很沉重的 我破除那贫穷的锁链 破除那贫穷的锁链 破除那贫穷的锁链 现在 破除那贫穷的锁链 现在贫穷的锁链 断开破竹 断开破竹 你不再沉重 那贫穷的锁链要从你的左手断开 断开,断开,剪除 过去 过去你的家族 家族曾经透过鸡铜的 现在破除这一切的咒诅 破除这一切的咒诅 透过生命来换取钱财的 这种交易完全的破除取消 破除取消 曾经在你的家族 在你的祖先 曾经用生命来做交易的 赚取钱财的 将自己的生命 曾经压在 邪灵的手上的 我现在取消 取消 曾经你们祖先所起的誓言 用生命来做换取 钱财利益的 这个时候取消 取消 躲回来 过去 用生命 用来做交易的 现在完全躲回来 从仇敌的手中躲回来 这些 鸡同巫术的邪术 不再瑕疵你的家族 不再瑕疵你的家族 那些贫穷的瑕疵 要断开 贫穷的瑕疵要断开 那些各样的瑕疵也要断开 过去你的祖先 曾经在庙宇里面奉献金钱的 想要透过金钱 得到更多的丰盛 这种错误的谋拜 这种错误的奉献交易 要完全的破除 完全的破除 完全的破除 甚至透过捐款捐献 来换取利益的 换取这些 权势的 甚至在庙里面 盖庙的 在庙里面流明的 我奉耶稣教神 破除你祖先 在庙里面流明的 完全的破除 完全的破除 想要流明的 以至于得到利益的 这些权势 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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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 取消 祖先在庙里面 带下来的这种金钱上面的 捐献 金钱上面的交易 完全的取消 完全的取消 筹底 与你 不再有任何的瓜葛 十字架挡在你 跟筹底的中间 十字架挡在你 跟庙里的中间 十字架挡在 这一切 基同 跟你们的中间 十字架挡在你 保血涂沫 过去祖先 透过盖庙 盖庙 来换取权势的 换取利益的 十字架挡在你 透过这种启示 来换取你们的经济 十字架挡在你 完全要破除 破除这些错误的奉献 错误的捐款 错误的交易 十字架挡在你 你的家族的 挟制你世代的孩子的 这个时候 这个 来自仇徒的 你的咒诅 挟制全部断开 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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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放我的姊妹 释放我的弟兄 进入到自由里 绝出你的保血 冲刷 冲刷 过去 在基同 或是在黑暗的权势 用利益 来做交易的 造成你们的疾病 造成身体的疾病 造成立氏立蛋 这种身体疾病的 遗传的 我奉耶稣 基有圣灵 破除 破除这些身体疾病的遗传 透过这个奉献的 透过捐献的 跟仇敌 有交易的 我释放 释放那些精神上面 被挟制的 所有这些精神上面 情绪上面 被挟制的 被挟制的 这些灵出去 在精神上面 被挟制的 忧郁的灵出去 压制的灵出去 恐惧的灵出去 现在 在情绪被挟制的 这个时候释放你的情绪 完全释放 完全释放 主要你的宝血 破除一切 黑暗权势 破除一切 贫穷的灵的权势 压制 过去祖先家族 有任何在经济上面 与庙营 公庙 或是任何偶像 面前 做过 发誓的 誓言的 如果我发达 就要怎么样怎么样的 有任何的誓言 这个时候 主啊 我们每个人 都站在祖先 与偶像权势 交易的破口上 主我们认罪 我们得罪了神 得罪了上帝 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 我的祖先不认识上帝 为了利益 将自己的生命 权益 都做抵押 交换 主啊 我为我的祖先 错误的思想 行为 无知的 这种交易 主求你 饶恕 也破除 主啊 求你 饶恕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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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助你的保血 冲刷 冲刷这些的过犯 释放我们 进入到完全的 治愿力 主谢谢你 主谢谢你 哈利利亚 什么 什么 领受 领受上帝的高摩 领受圣灵的高摩 更深 更深 什么 大大的张口 你要被大大的充满 什么 了 绝书将一车又一车的丰富财物资源浇灌下来 这个资源在属灵的层面 在经济的层面 使你丰盛多而又多 使你丰盛有余 以至于你愿意更多的去付出 更多的去给予 有给人的必有给你的 破除那小幸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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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书随书是的 在经济上我们有小幸的这种心态 主要有破除那小幸 在我们耳边常常告诉我们 常常是我们惧怕的 我破除那小幸的灵 破除那小幸的灵 小幸离开 离开完全离开 这个时候你用保险 封住了我们的身斗 使我们的身斗可以继续的承载你属天的丰盛 因此主你一车又一车的丰富 思想的丰富 属灵的丰富 经济的丰富 要浇灌 要浇灌 那奴役的灵要从此离开你 现在被奴役的 奴役的灵现在要离开 每一天做都好像得不到满足 每一天劳碌都好像得不到应有的 这些劳益的灵 奴役的灵全部要离开 完全离开破除 完全离开破除 拔除 拔除 拔除那奴役的根 拔除那奴役的根 拔除 拔除那奴役的根 那奴役的恶在你肩上 要断胎破除 断胎破除 奴役的恶在你肩上 要断胎破除 那奴役的恶 使你贫穷的 现在要完全破除 完全破除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主要祝福每一个 祝福每一个在祷告 世里面的人 主要你的高油浇灌 更深更多 更深更多 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 那涌出 涌出那丰盛 涌出那丰盛 使得那一车又一车 丰盛的资源 要浇灌 要浇灌 浇灌在你的身上 浇灌在你的历代 历世历代的子孙 你世世代代不再匮乏 世世代代不再匮乏 善马拉拉拉 凡敬畏也有余华的 主要 主要使你的 世代子孙 居上不居上 当你来到神面前 当你在工作 当你服事的时候 无论是你的智慧 无论是你的才干 无论是你的 财富 就要上奸 下令 妳的生斗 要满了这一切的丰盛 是的主啊 我们凭着信心领受 凭着信心领受 Ha taka 是的耶稣 谢谢 主谢谢 主谢谢 我们这样祷告来奉靠全书之都得胜的名义 这次我们一起做一个洁净的祷告 主啊 这个时候谢谢你保血冲刷我们 出去的不再回来 这些贫穷的人 历世历代所带下来的这些贫穷的人类 主啊 出去的破除的断开的 就不再回来 绝书十字架 保血捷进我们 冲刷我们 主啊 以自己的救赎恩典带我们进入到丰盛里 是的主 你那丰盛的泉源要向我们涌入 涌入我们的心灵 涌入我们的思维 主啊 让我们思维不再被贫穷所挟制 主啊 在你里面凡事都能 主啊 靠着你加添我们的力量 使我们凡事都能 因此主 你所赐给我的丰盛 我献在你的圣坛前 献在你的宝座前 要来荣耀你 包括我的金钱 财富 我的产业 我的儿女 以及我的财干 相信主 这一切要源流不绝 主 我再一次的献上我这样子的祷告 也求主 保血捷径 冲刷 遮盖 主啊 让你的保血再一次的封住 那过去敞开的破口 祝你再一次的封住 而且主 我不再是一个破洞的僧斗 主 我装带你是属天的丰盛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用我今天的祷告 我今天的领受 这一切的丰盛 也将要世世代代的遗传给我的子孙 让我的丰盛 能成为他们的祝福 主啊 我感谢你 垂天我的祷告 主啊 我谢谢你 这个时候我也奉主耶稣 救的圣明 再一次的为我们每一个人 穿上全副的军装 最书 我们的属灵生命 就是一个战场 但是主 我们每一天 警醒的在你面前 不再受仇敌的气候 因此主 为我们用真理束腰 公益当负金信 信得成我们的盾牌 再一次的我们 拿起信的盾牌 要灭尽一切恶责的火箭 那些不信的 所怀疑的火箭 一个一个的都要破除断开 因此你为我带上救恩的头盔 在我的心事意念上面 主啊 你擦上一切得慎的惊奇 丰盛的富足的喜悦的 主啊 那一切得胜的惊奇 为我擦上阳奇 那喜悦的满足的惊奇 不再缺乏 主啊 为我穿上平安福音的鞋子 让我所到之处 带下你的丰盛与平安 为我佩戴圣灵的保健 主啊 让你的话语释放我们 进入到完全的治愈力 完全的治愈力 主啊 你的话语释放我们 进入到完全的治愈力 主 你的话语也要破除一切谎言 让你的话兼顾我们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声明 Amen 好 请问有没有任何的分享跟领受吗 你们的分享跟你们的回应 就是我最大的回馈 所以呢 非常的欢迎你们 在message里面 或是在line里面 给我任何的回应 谢谢你们 经常会有一些弟兄姐妹 给我一些回应 那所以呢 下个礼拜 是我们这一次的最后一次 那如果 before 圣诞节之前 你愿意的话就写一个见证也好 或是你的回应 让我能知道 那这样子我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乃文 乃文请说 不是 谢谢 不会 其实我刚刚真的是大释放了 怎么说 不好意思 我现在很像很凌乱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很正常的 很正常 It's ok 我每一次 我每一次 每一次看大家 走到西方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坐在椅子 位前很 很优雅 然后我每次都要走到旁边 跪着大腿 每一次都是这样 我们好像被释放的没有很优雅的吧 哈哈哈哈 我们都蛮七八糟的 我们 谁很优雅的被释放 很 哈哈哈哈 那个 然后 然后 然后我就 我今天是大释放 因为 我就刚刚 听得到声音吗 可以 因为我刚刚 我那个 我刚刚 在做释放的时候 森林光照 我爷爷是鸡筒 所以我一直看到一个鸡筒的画面 就是爷爷小时候 我在 在庙 广东亚 广东亚 那种情境 那你的爷爷是鸡筒吗 对 我爷爷是鸡筒 然后 我刚刚就 因为 牧师开始 前面祷告的时候 我会历世历代的时候 我就开始一直哭 那我就一直大哭 可是 那我也不知道 我就一直很不舒服 一直催自己 所以我当时 是先跪在地下 那后来 到牧 可是我一直有这个画面 然后到牧师 找到那个鸡筒的部分 我就开始狂吐 我前几次吃都有吐 吐 不是吐 那也有吐血 是 今天连吐了好几口 是鲜血 而且是大吐 但是释放的时候 那一直都是鲜血 然后就觉得那个 拉扯很不舒服 但是我觉得 就是整个会 真的是被释放了 其实 经济在我的家庭里面 算是一个重大 真的是常常会觉得 有时候很想奉献 但是就是这个 圣啊 我真的是不够 所以 因为我真的是感谢上帝 谢谢上帝 谢谢牧师 让我参加这一个释放 不会 感谢上帝 感谢神 真的是感谢主 真的 那 那 不会 那我觉得 释放是一件 很荣耀神的事情 因为我们是从仇敌的手中 将自己夺回来 然后归给神 因此呢 这是一件很棒的一种分享 那下个礼拜是黑暗权势 包括偶像的权势 那如果你知道自己的背景 或是家族有任何的这种黑暗权势的这种辖制 包括鸡童啊 巫术邪术 或是盖官庙的 你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知道一下自己历史历在祖先 有些什么样子的状况 那甚至留无辜人写的 早期有很多 靖迪朗那种 刘无辜人写的这种事件 有没有 知道靖迪朗吗 知道 可能就我不知道 OK 还有吗 其他要分享 师母留言那边有问说 就是 对不起 对不起 为什么会流油呢 为什么会流油 因为其实 我们会有这些高油在手上 对不对 我们会有高油在手上 那所以呢 通常那高油那是属于神的同在 神的喜悦 所以你手上如果有些高油 那个油好像 像那种 跟汗不一样 然后就是会冒出那种油那 然后让你觉得说 亮亮油油的 那个是高油神的同在 神的高磨 那在眼睛的这个高油呢 我就很少见到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眼睛的高油是一直 这样滴下来吗 还是怎么样的状况 可以分享一下吗 哪是永心呢 台语的 台语的是老闆穴嘛 老闆穴 应该说 对 他就是 早上的时候 我就 那个眼睛就一直一直一直 那个 就是像 因为我以前 但是他很深 他 但是他也不是像 在姑娘这样有 但是他就是 就是会 就是会流出 流出来 那是油油的感觉吗 也不是油 应该是说 它就是一点点这样子渗出来 但是你不是真的哭吗 我没有哭 就是一只黔黑台语 应该是台语都是长老把鱼 就是老把鱼就是老把赛的意思 对不对 老把赛 也不是老把赛 但就是不是那种哭泣那种眼泪 对不对 那我只能回应说 其实在你的灵人里面 那你灵的部分 它所释放出来的这种外显的一种动作 那可能你自己本身 你的这个肉体 肉体不是在哭的动作 我们肉体会哭嘛 就是说我们哭就是在我们的魂里面会哭 可是在灵里面 可能在灵里面的这种释放 那它会透过外显的方式来显出来 可是你会觉得说好像没有特别的一种思维 或是在你的魂里面没有特别的一种想法 可是灵里面就会发出来 你灵里面所经历的你外显的东西就会出现 因此应该就是说有些人可能觉得不是在哭 可是他却没有忧伤 可是他却哗哗的大哭一场 那这也是一种灵里的释放 那你问他你在哭什么 我说不说来 我就是哭一场 那是因为我说过 我们有一个隐藏的记忆 深层的记忆 那深层的记忆就是我们灵人所经历的这个部分 那他就会释放出去 那所以至于说你老板 我相信跟你灵里面的状况是有关系的 所以那个是表示是我灵里面的人忧伤吗 然后再哭 感动也会哭对吧 对 对不对 感动也会哭 但是因为我不能说你是灵里的忧伤 或是你的开心 但是这是一个你灵里面呈现的一个彰显的一个方式 那只是你当下的心情是很重要 譬如说我老板游的那个时候 我明明觉得好像是蛮平安喜乐的 那那个可能就是喜乐的高游 那但是如果你很忧伤 说不出来的原因的忧伤 那就是你灵里面受伤 那要释放 所以你当下你老板游的那种心情 魂里面感受的情境是怎么样 就是你灵里面深层的感受 你释放的时候有几个地方可以出去的 吐是其中一种方法 气是出去是一种方法 放屁也是一种方法 也就是说 邪灵会从不同的地方出去 大部分是吐出来的方式 因为我们腹中如火水的浆河 可是你腹中充满了这些灵里面的误会 它很自然的就会吐出来 可是如果你压制的吐不出来的话 它也会是放屁出去的方式 那还有有些 这也是一种灵里面的出去的一种方式 OK 好那我知道了 OK好 谢谢牧师 不会 刚刚一个滑纹对不对 滑纹其实你还在医院里面吧 对我还在医院里面 华文是你不介意吗 你介意吗 可以啊 他是前天礼拜三 应该礼拜三对吧 前天礼拜五 礼拜五 做手术 刚刚做完手术 还在医院里面休养 所以他会上线 我也蛮压抑的 希望上帝继续保守你整个康复的过程 另外就是说 我担心你刚做完手术再释放过程 哇我 我突然想说这个有点担心 因为释放的时候可能那个灵里面要跟上 或是你身体必须要承受一些脏险的状况 所以希望你手术的部分伤口应该都OK 可以吧 其实我原本还蛮担心的 可是我在上来之前我头很痛 我就可能躺了两天头超级痛的 然后因为也没办法就是这两天没办法一直看圣经 或是一直听听跟谁有关的 但因为就是想要安静下来 但就是不断祷告嘛 那真的是今天我就躲在 我就有一些彰简的时候我就赶快跑来厕所 那其实甚至是在一些在那个捆房的部分 还有就是在一些我们公庙还是黑暗泉室那个地方 我真的是我真的是跪在地上 我真的是我真的是跪在地上 大大的就是要把这些坑神来就是要担开这一些的 而且我手很明显我的手 左手又那个师母讲的那个被就是很像被那个没有 键烈那个 真的好明显都觉得 然后还有就是以前我们就是人家 我们去掳人家的那个部分我也看到 但很清新是整个在释放完之后 我真的看到就是一片的光明 然后就是实际上就是在我生命中出现这样子 对然后我现在就是整个人很 就是头很很舒服 你的家族祖先有在黑暗泉室 譬如说宫廟啦或是 我妈妈 你妈妈是 他之前他之前他在五年前他就那时候就是插去那种就是妙语的那就是小小的小小的那种在居家的那种 是一贯道吗 一贯道吗 不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 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对然后他就去做这种类似女生的肌童嘛 然后那时候他刚好是一场病 我不晓得是因为这样子他也生了一场大病 对所以他就是我们在这个部分有很深的一个彰显 那那个下礼拜因为我们是黑暗泉室的一种释放 那所以如果照你的现在的状况来说 我希望你是在伤口各方面都能承受得住 因为在黑暗泉室比较匣比较深的这个部分 可能彰显得会比较强烈 所以请你要留意就假如说你比较不能承受的或是你的伤口 那就上线的时候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好吗 那当然如果这一期没有的话 我们下一期会再晋升也会慢慢的会提到一些偶像诠释的部分 那只是虽然说这下一个礼拜是比较专注在偶像诠释 可是也要请你要自己留意 师母我想问一个问题 亚玲 我就是在自放松的时候 然后我就有看到就是那个黑暗泉室 然后就是从我的嘴巴出去 然后就是在断锁链的时候 我好像不止左手 我看到的影像为什么会是左手 然后还就是练住我的那个脖子 但是就是你说就是就是那个二的部分 然后我就有看到 我不晓得那是征战天使吗 他就从我二的那个部分就是用斧头就把它砍断 那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是会这样子 你知道为什么征战的天使他就是为我们征战 然后这些属灵的这种彰显或是灵里面的这种工作 是超越眼睛的 所以你会看见的那是不会有错的 就是说天使的确在我们征战 那他也会为我们破除断开 甚至当我们释放仇敌出去的时候 他就会把这些仇敌一并的带走 这样子 谢谢 如果说你对于这个属灵征战或是在空中释放的 你觉得蛮想要知道多一点的话 我倒可以建议你看另外两本书 也就是我翻译过的《与天使有约上下册》 《与天使有约上下册》 听过这两本书吗 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跟协会预定也可以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两本书 因为《与天使有约》 这是我之前跟那个刚好华文在 我也寄了一本《与天使有约》给他 那这也是刚好是我在2003年甲状腺癌的时候 我挪除了甲状腺癌之前 我帮这个作者翻译的这一本书 那翻译的时候 这本书就给我很大的帮助 因为他谈到的就是说天使 神差派天使来帮助我们与我们征战 那所以在属灵的天空里面 他不单只是为我们征战 同时在敬拜当中 天使也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这两本书其实对我来说 也是非常大的帮助 那如果你有兴趣 你也可以去看看 那特别是上册 提到了蛮多属灵征战的一个现状 就空中发生的一些现状 或是为什么会变得非常黑暗 非常沉 仇敌也透过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事件来挟制我们 因此你也可以了解 原来有这样子的情境 原来是这样子 那这两本书的确 可以拿来参考来看 那当然这个是作者 他个人 因为他是一个退休牧师 他个人在退休之后 他灵里面看见的 然后这个天使就每一天 开始跟他有对话 那上帝透过天使来让他开属灵的眼睛 看见属灵一切发生的事情 那因此你可以来当作参考 那我还要再说 个人的经验绝对不是真理 不是绝对的真理 只有圣经是绝对的真理 但是个人属灵的经验 并不是绝对的真理 因此请不要把所有的书籍 当作绝对的真理 超越圣经 明白吗 虽然我自己会推荐这样子的书 那这是一个比较属灵 超越理性范围的一个书籍的时候 如果你把它绝对化 那就不适合了 就不适合 可是却是一个很值得 我们参考去明白 属灵事件发生的缘由 不过这个作者 因为他每次在写的时候 都有很多的圣经背景 所以我觉得值得参考的原因在这里 那如果有些人是天马行空的在那边 乱看乱写 那我就不觉得是一件好事 因此每一件属灵事情的发生 他一定要归回圣经 归回圣经 用圣经来做印证 这样子我们所看见的 所领受的才有根有机 不会被仇敌所欺骗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 那如果有任何的回应 欢迎给我 那还有就我们协会有在职的神学训练 也有实体的神学训练 那我会在我们的空中祷告室 放上这些神学训练的课程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参考 那我知道我们在线上 在当中有人参加的是远距的 这个线上的神学课程 那也有是实体的神学课程 那实体的神学课程跟线上的 有一些要求跟不大一样 那因此都会有很好的一些得着 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得着 那盼望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 那今天因为没有时间 请大家来做分享 不过也是顺便做一个推荐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会把1月7号要开学的一些资料 课程放在我们的空中祷告室 让大家做参考 然后也谢谢你们 我们最后也请 我们的小仙传道来祷告好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的主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在线上的课程 我们依旧得到神明亲自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 不同的帮助及释放 主啊我们也透过这样子 让我们更多的明白那属灵的奥秘 主我们感谢祢 主啊我们也将这一切都归荣耀于祢的名 主啊我们在这要结束我们先上的聚会 我求祢持续保守我们每一个人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 都能够更多经历 神明那奇妙的恩典 主我们感谢神明 主我们从新的祷告祈求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耶稣母 好 不会 拜拜 晚安 晚安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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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